向老古功高的教师们来致敬苗栗县公馆国中高龄90岁的老校友蔡富章 协同了儿女专程到校来捐赠30万元的奖学金 蔡老先生还有他的三位子女呢都是在公馆国中毕业的 事业家庭有成,感念学校也来鼓励学子向学 公馆国中,谢谢蔡慧张 向年90高龄的公馆国中资深荣誉校友蔡富章 是在馆中前生,新名初中第三届毕业生 而蔡老先生的三名儿女也是馆中第八、第十和第十二届校友 长子更顺利考上建国高中、台湾大学 感谢馆中老师们热心教育,把孩子教得很好 蔡富章在教师节这一天又将个人存款捐出了30万元 成立奖学金 连锋我就对教育很肉心 我就还有建一个新名教 然后我就现在年纪大了 我就想捡一点小,不多啦,不多啦 给鼓励学生啦,上进啦 我儿子是以前也是建国去台大毕业啦 所以我对老师很尊敬啦 那现在当然也就是有感于 就是包括自己还有就是自己的儿女 都事业有成 所以今天就是来表达就是表达诗恩这样子的一个感谢 捐赠30万 那公管国中也非常感谢 也希望用利用这一笔奖学金 就是可以栽培更多优秀的子弟 谢谢蔡会长 蔡富章热心馆中学校事务担任过学校十多年的家长会长 也长捐助活动经费和奖学金 现在校内的新名格 就是蔡老先生捐助新建纪念校史 而新捐助的奖学金也将用在鼓励学生身上 不管在各个方面 在现赛或在全国赛都有优异的成绩的同学 我们能善用这一笔奖学金 鼓舞他们更可以向上的这样子一个动力 谢谢他把这一笔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管国中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给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小小的一些鼓励 孩子真的可以发挥他很大很大的潜能 趁着教师节 蔡富章接同儿女制赠奖学金 漫步校园 感念师恩 回馈母校 也和学校学生说说话 期许他们努力向学 为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留下了心火相传的温馨篇章